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一节 人因为先知的名 接待先知 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 人因为二人的名 接待二人 必得二人所得的赏赐 或者我们讲关于先知的赏赐 你会有点脱节 因为太过疯狂伟大 所以我现在首先讲二人的赏赐 那你就会明白 但是先知的赏赐 绝对比二人赏赐 不单止上千上万倍 是更多的 但我现在只是讲个初阶给你理解 你会发现如果你不尊重恩高 不尊重这种接待方式 认真面对信仰这种态度 你其实错失了些什么 你明明说因为二人的名 接待二人 必得二人所得的赏赐 其实二人所得的赏赐是什么呢 为什么神用二人呢 因为我现在将用二人的概念 跟大家理解 那你就明白了 首先这个就是我早年 又是很认真面对信仰的时候 其中我会问的 如果世界上有神 他怎样看二人呢 他怎样对二人呢 他怎样对二人呢 所以变成了 于是我就知道 我就算不是才知道 我起码是二人 所以变成了 我做很多事情都放心 有些人奇怪 说你这样做 你是蠢啊 我发觉蠢 几十年之后 我就发觉 是谁蠢啊 是他们蠢啊 为什么呢 我想问问你先 如果一个二人 像我这样 我不会害人 我会尽量遷就身边有的人 我尽量能够祝福到他 就是说 总之我不会欠任何人 任何东西 我一生当中去行义 去爱神 我未是先知 但起码是这样的二人 好了 既然是一个这样的二人 我想问你 这个就是 其实我当时 又是在信主的时候 已经立刻知道这个概念 所以我选择 怎样去行事为人 我是在说立刻知道 但是我当时说的时候 你会发觉 应该是你立刻知道的 不是事后要有人教你 除非你充满不信 你才会要事后 还要有人提醒你 我立刻知道 其实有一个二人 这个二人 神也是神 是真的 他会不会容忍 这个二人的太太被人追了 当然不会容忍 这个就是我现在 曾经在我灾在跟你说的见证 我相信 将来我太太是神带来我身边 而事实上 接着 那些在香港 那些明知我在外国留学 就怂恿那些 二打鹿 走来追我太太 那些人 心脏病死 就是在说这样 对不对 那些真的趁我不在的时候 走去追我太太的人 都不得善中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相信 但你不相信 你可不可以知道 神这种保护先 我不是说我会下枕 你去帮我做 我甚至都不知道 有人最近 我当时的女朋友 我直接不知道 但问题是神不知道 是不是 我有没有忧心 我当然是不忧心 因为我不知道 但我有信心 我相信 如果是二人的话 我能不能说通知 我想问你 这个是不是二人的想知 我只是二人 只有二人 有这样的想知 你知道吗 如果这个是二人的时候 你猜神 神会不会有得这个二人 明明做得对 做得好 而不高兴 不会 神会不会让这个二人 是被旁边的人 去堪害他 当然不会 只是二人 原来都已经有 那么多的保障 那些甚至是你都未知 情底下 神就已经这样做 只是二人 只是二人的上次 这个是不是二人的上次 是二人的上次 神就会 在这个二人生命当中 一定要做一件事 因为神永远都强调公平公正 所以他会不会 做一个对等的交换 就是这个二人 他在别人不知底下 去做那么多行义的事 无论是施舍 无论是不同人争 无论是对人的goodwill 就是内心当中 希望祝福身边的人 希望人生当中 有很多贡献 这些我想问问你 会不会在神的面前 他得分相等的回报 听着 一个二人都有这样的事 但如果你认真地对待一个二人 你接待二人 竟然你都拥有这件事 你想想 值不值 你接待二人 你就拥有二人 换句话说 你接待二人 即是你不是二人 你接待二人 也拥有这件事 所以现在为什么呢 很多人都不明白 但问问他 会不会有那么多祝福 多过我 因为你可能不知道 这个恶人 他有接待过二人 你可能不知道 这个恶人 曾经 宽待过先知 弟兄姊妹 你明明我在说什么 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 我自己是个二人 而我也是慢慢 从五尽即是在步步走上 我亲眼看到 身边对我的人 我都说过很多次 其实我身边有很多人 甚至是带他来死给我看 你知不知道 这些人想害我 我根本都不用报仇 我连他的名字 都不用告诉你们 因为我告诉你们 可能每个人都挖住他 街边有机会见到 这些外面走了的人 你挖住他 不用的 我连他的名字 因为这些人 我绝对肯定 将来死不满币 那种级数 绝对 因为我根本都没有想着 向他报仇 我完全没有想着 因为我正常想着 我祝福身边所有人 我做好自己的部分 但是问题 你知不知道 神是看不过眼的 神绝对看不过眼 如果对二人神都这样做 你知不知道对先知使徒 是怎样做的 对他所选择出来的 时代架务当中的一个代言人 他会怎样做 你能不能想象得到 但是问题 我说这些全部都是二人 或者先知的祝福 但你只要接待他们 你只要接待他们 就拥有了 你知不知道 所以你为何不断想想 那些想法 如何接待他们 我不是说 你一看到他跪下 我主要对我这样做 对我这样做 你知不知道 我搞得我多尴尬 搞得我不敢再见你 不敢出街 不是那种做到过了火 导致不近人情的情况下 导致甚至尴尬 甚至尴尬 你走多一里路或者十里路 因为记住 神是公平的 你走多十里路 人家明明走一里 为什么我现在帮他 要搞到走十里 但别人走一里 只有回报是十里 你走十里 得的回报 随时是十万里 好 那个人只剩十倍 为什么我只剩一万倍 这么厉害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神就是这样做事 所以有些人 我走多年 其中一样东西 你知不知道 我花的时间 超过一半 就是说服我身边的人 因为明知了 如果我再不说服他 他一定会有很多问题 因为实际 现在大家回顾 当然大家回顾 过去做的每一样东西 都出雷拔碎 每一样东西都是有神 因为都没有偏差的带领 但问题 当我做的每一样东西 要说服身边的人 做这么不平凡的事的时候 他们那种叫做什么呢 凡人的思维方式 是真的不行的 是真的不行的 很多时候真的需要日华这种口才 才导致你们不埋怨 就是说真的 《马亚大方》第十章 第四十一节 人因为先知的名 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上次 人因为以人的名 接待以人 必得以人所得的上次 就是说真的 我自己的歌 写一天尘 尽到成年里 抛开花灵而闻 将心思得伸 倾出赞美乐魂 遥现上活祭 敬拜永生父神 踏尽圣所期待 主光飞恩当当临 逃闻怪派的女 火心千亿 要跟着靠近 踏尽圣所圣实 天真宗兴兴祭 愿遍奉赤心 再致圣所求问 我渴望凝听 主圣人